大家好,我是毛老师 这一期给大家讲一道阿拉利亚的学生赛2007年的一道题目 这道题是关于路径问题 四个城市PQRS之间有一些单行道相连接 如下路所示,就这个图 如果每一条路不可以重复使用 但每个城市不限进入次数 请问从P到S共有多少条不同的走法 这就是我们要按照一种规律,按照一种顺序 把所有的路径给数出来 好,这道题看起来很复杂 看这边有 它因为它有问题就是可以回来 回来以后导致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尽管是单向的路径 可以回来一次,可以回来两次都可以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分解 我们先假设一下,从P到Q到R,已经到R了 假如说已经到R了 那么从R再到S,有多少种不同路径呢 我们发现有两种不同路径 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可以把它作为 直接就是乘以2 把它弄出一点 好,我们假设已经到R了 那么再往后,就是说乘以2 就多乘以2倍的路径数量就行了 好,我们这样就是要观察左边这一块就够了 算算以后乘以2 然后这里我们再观察 从P到Q,有两 这个反向的不能走 因为担心到 那么这里呢,只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P到Q 那由于对称性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我能从P到Q从上面走 那么从上面走的所有的路径加起来 不管它后面怎么走 一定等于下面这条路径 先从下面走 然后再走到其他地方的路径之和 所以这两条路径呢,是等价的 是对称的 我们可以再把它再分解 我们先指算 换个颜色 我们现在指算从上面走就够了 因为如果再算从下面走的话 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乘以2 就能得到了 好,这又把它简化了 这样我们就只要只需要固定 第一步是从P到Q从上面走就行了 我们再算一下 下面从上面走以后有多少条不同的路径 好,P到Q 我们第一种考虑按照顺序 按照分类来进行统计 这样的话不会遗漏也不会重复 好,P到Q走完以后 我们统计不回头 看有多少条路径 不回头分都回头 好,P到Q,Q到R 好,在这一条路径 从P到R了 下一条路径 P到Q Q从这中间到R 好,只有两种路径了 好,我们计为2 在这边计为2 好,然后再考虑回头一次 有多少 好,P到Q Q到R 从上面走 然后呢 回来 从下面回来 然后再从Q到R 从中间过去 好,这又是一个 好,P到Q 然后呢 Q到R 然后呢 R 回到Q Q再到R 从上面走 好了,这又是一个 又是两个 好,又是两个 我们计下来 好 再看 如果回头 两次有多少个 P到Q Q到R 这样过去 好 回头一次 回头两次 好 必须从中间过去 然后呢 再从这里过去 好,这是一个 再来 从P到Q 然后呢 Q从上 从中间走 回头 再回头 过去 再从上面走 过去 好,这又是两个 好,前面我们考虑了 P一直到Q 再到R 到R以后回头的情况 好 我们没有考虑 从P回到Q以后 从Q直接回到P 好,我们再要这个计算一下子 从P到Q 我们直接回头 这里直接回头 呃 用颜色的标记下 直接回头 回头 回头以后 再过去的话 好,看有多少个情况 那就是说 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 从这里 好,后面其实跟前面是 统计的是一样的 好,从上面走 一条路线 从中间走 两条路线 从R回头 再从上面走 一条路线 再用R 从Q 到 从上面走 回来 中间走 和 从中间走 回来 上面走 有一条路线 总共呢 又有四条路线 那么我们已经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过了 那么2加2加2加4 那么得出来呢 是10 好了 也就是说 从P 到Q 第一条路线 强制从P到Q 有10条 那么 从P到Q 强制从中间走 同样的也是10条 那么10 乘以2 得到了P到Q 并叫R的 所有路线 然后最后呢 从R到S 我们就看过了 再乘以2 那么 答案就等于呢 40条 总共有4种不同的路径 从P到S 好 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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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